三岁的女童和爸妈开车到野生动物园玩 一家人正用开窗的方式把饼干喂给骆驼吃 突然就发生了状况 正当他们喂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贪吃的骆驼居然冷不防的把女童的头给含进了 她的大嘴中惊醒的画面全都给拍了下来 小女孩拿饼干喂骆驼一根接一根 贪吃的骆驼觉得还不够 用嘴磨蹭起女童可爱的小脸蛋 不满足的骆驼突然做出令人傻眼的动作 大家伙冷不防张开大嘴将女童的头含进嘴里 爸爸镇定的用手将骆驼推开 正当一家人准备开车逃走 骆驼居然追了上来 这对女童在野生动物园里被骆驼咬头的影片在网络上引起话题 有网友觉得这对父母低估了动物的危险性 但也有人认为家长处理的很好 没有让孩子受到惊吓 贪吃的骆驼在放上盘上留下一大坨白色唾液 味道十分不好闻 看来被咬头的女童回家得花一番功夫 才能把头洗干净 一般人对场景